CIP的排名下方 对 所以你后面 你就没有办法去比金圣森 就生死局 所以下一局就是 真的致命生死局 下一场 下一场必须胜 对 前提是如果今天 如果输掉的话 是的 好了 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谁拿下这局 谁拿下赛 来到双方对阵 第三局比赛 再次换边 Hero酒精来到蓝色方 EBGM来到红色方 看一下回到蓝色方的Hero 先搬先选 今天两边的手感 真的是热得发烫 热得发烫 非常准确的形容 这个真的半辈子 没见过这么准 玄幻吧 我觉得不能说准 有点奇妙 我觉得那个局的 对 看不懂了 第一班 还是出城的 龚孙林连续三局都没有放了 李远方 双方打野互搬 连续三局 单位一样 听说酒精在蓝色方 这次姜子牙要不要放 我觉得你知道上次那个白礼守约 让我想到一句话 真的你永远不知道别人的世界里 刚刚发现过 守约给你搬掉 酒精这边放了一个姜子牙 这一阵想着还能拿守约 陈夏 陈夏给你搬掉 这陈夏真的要突破自己 这怎么办 怎么办 我觉得 我跟你讲 还能一样 鱼姬打野 花木熙加油 花木熙 花木熙 关系吗 关系 关系 老夫子 放了直接拿 这首酒精这个BTA 他等于是放张飞还是马可 我觉得还要抢马可 就这种如果你不拿的话 Hero真的要拿了 我觉得关系张飞两个 或者关系花木熙 江子牙 还来 但真的不拿马可波罗吗 有没有可能 Hero直接把马可拿掉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觉得陈夏应该是要拿马可 选择不多了 怎么选 这个节目的话 这个花木熙 可能考虑选在关系前面 这个很聪明 因为花木熙 花木熙 花木熙 花木熙选出来是克制关羽对线 就我现在不怕你拿关羽 是 就我先拿个花木熙 江子牙放了也要拿 而且这局是没有守约了 大招不会再这么玩命 看一下马可波罗要不要 那陈夏怎么说啊 陈夏这局的英雄值 会被压缩得非常死 但这其实是一种考验 就压缩到这种时候 你要不然爆发 要不然沉默 对 沉默中灭亡或者爆发 看一下这边先拿关羽 虽然顶着花木熙 拿确实不太舒服 但放你还是得拿 你放了更不舒服 你不能给对面 对 你放给他的话更不舒服 第一局已经看过效果 哎 出来了 谁拿马可 这样的话 就到了EDGM拿打野了 你不拿就会被扳掉 哎 马可不拿吗 我刚才还想说 拿马可没问题 那马可拿完 我还想说出城能拿什么 这要换 这样你把马可给到对方 其实 哎 还是锁了 这就是逼沉夏爆发 沉夏今天必须爆发 我觉得他这个像是有点准备的 选策 拿选策 规定 选策培青虎这版本都是 一定程度 砍的比较多了 缺过 砍的比较多 确定了 拿了培青虎 还是跟江子牙去打一个前期 培青虎现在配江子牙有个意义啊 怎么说 在于帮 培青虎去过渡一下 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强的前期 培青虎现在中期的发力很明显 前期还稍弱 又搬了 那肯定搬啊 那沉夏就难受了 哪可不会放 我觉得第二班 刘备都可以 刘备 对 沉夏就真的没有英雄了 没有英雄 我觉得Hero先把辅助搬一搬吧 现在可以搬边可以搬辅 因为自己双边拿完 像杨简就可以搬掉 对 白旗也可以搬 包括说辅助卫的东方太一 张飞 张飞啊 鬼骨子 这都可以搬 但是没有搬牛啊 搬了coco的鬼骨子 这个鬼骨子coco最近没有拿 但确实是coco 使用最多的英雄 最擅长的英雄 拿了东方 搬掉干姜 干姜 这九层打什么 还有赢者 还有赢者 但是武则天 我觉得中路选择不是最大的 你现在我关键看 陈下能拿什么呢 我觉得人就是要 逼自己才会发现 你的上限真的很高很高 逼完之后发现自己是没有下限 哈哈哈 不逼自己又没有下限 张飞 coco这边还是 横神五百死了解一下 我看到这个牌子 就是我真的 这个书军有点厉害 全联盟唯一的一个选手的粉丝 会去要求官方统计一下 横神什么时候五百死 这是个很可怕的事 夏侯敦 来了 中野位 Hero 看一下 Hero这边大爷怎么拿 杨陈下 杨策 我觉得陈下用杨策 我比较难想象 我也比较难想象 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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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刘备 打这个阵容有点难受 你知道吧 刘备绵绵长长 我觉得刘备还可以 关键是怕刘备打到中期之后 现在打不过裴心腹 而且拿刘备的话一定要有一个 我也是就靠九成吗 拿刘备 靠九成后期的输出 因为你后期一定要有大输出 没关系 拿刘备手有点太短 总是有短 哇 布月儿童挖一声 露娜是真的没有见成侠打过 真的花坏子 刘备刘备 吓坏了 吓坏了 对不起 打扰了 九成的话 是有机会能拿大桥锁定了 陈下来是拿到自己擅长刘备 大桥加刘备 看到露娜那一下 我以为是真的要秀了 陈下今天要放飞自我 哪一个这么秀 这么吃惊气的英雄 人还是要有梦想 万一什么时候就实现了 五楼 DGM 看一下最后这个位置 蝙蝠 我觉得拿牛吧 拿斧 如果还是说Coco去拿少敦打斧 也可以 杨减 但是少敦给Coco 锁得非常快 双边战士 还是EDGM拿得比较舒服的一套 就是这刘备 这局对他的要求很高 他必须得打出来 他必须得打出来 打不出来的话 前中期就靠一个关羽撑着 就撑不住 大桥的发力点其实不在前击 劳富斯也不在 还是比较期待刘备这局发挥 其实陈下的刘备 之前是打的很多队伍都很怕 是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呢 主要版本不是特别的合适 而且出乎我意料是九层这局没有去补一个后期的输出 他这局几乎是把所有的输出任务交给陈下 但大桥的输出其实到后期也还行吧 我觉得还行 不能说跟干姜 他肯定是还行 但是跟干姜 跟这个银正比 还是差太远 肯定比不了 那没办法 主要还是一个战术性 但是我现在很好奇 就是想看到刘备切姜子牙是什么样的 其实刘备切姜子牙切武则天 这些英雄都比较麻烦 因为推不开 对 推不开就很痛 一浪浪抽一把 好好打个姜子牙 他就总是碰到世界上 又是关羽啊 又是手鱼 难受 手鱼要留背 心疼心疼心疼 就挺累的 我感觉浪浪 有点心累 这局还是吃一个coco的先手 对 coco不先手 不带我上 从上一局比赛看的话 最初其实稍微有些 有些激动啊 我觉得这局看能不能冷静一点 因为这一局又是一个很容易激动的 他第二局就还好 第一局的时候是真的 有点凶过头 请做好准备 好了 那边是来到双方对阵的第三局 蓝色方HERO久进 红色方EDGM 双方1比1平 主动进来看一下视野 这边是辅助跟下路的杨简一起进来瞄了一眼 打野真快 看到这边在开红啊 马上反蓝 来不及了吧 回来 成绩 这个成绩交过 看一下 但是HERO久进 应该是没有人看到他交这个成绩 这样要被三buff开 不一定啊看一下东方已经过去了 慢了 我觉得慢了 这么来的话 陪金虎手里有个红也能来 想要能看那个视野 陪金虎还是快啊 不好反不好反 这个反不了 再去反这个蓝肯定要出生 这边四打四的话 前期陪金虎伤害到底还是高 主要是你蓝buff没给到视野 一点视野都没给到 对 什么都没看到 我觉得他们刚刚最好是 就HERO久进能看到陪金虎把这个成绩交了 我直接四个人来打你的红buff其实是最好的 或者说再不记把蓝反掉 对 直接来打 直接打蓝就我跟你正面硬 这时候我让你手无所谓 其实刚才有攻击 没错 直接反蓝反蓝掉 刘备的打野速度非常快 对 关键还是不敢进去 夏尔敦这英雄哪怕是个辅助啊 前期还是有威慑里的 我吴恒拿了个蓝buff 直接也无所谓 这个蓝的话其实给浪蓝也可以 给吴恒也可以 但是杨减到四的第一波可是很强 拿蓝他倒四快 齐齐这边被逼出一个进化 好凶啊 这条角龙拿到确实 打了一个3buff开还挺凶的 这个3buff开的太简单了 我觉得 有点舒服啊 我觉得是有点舒服 有什么反抗 顺利成章开一个暴军 不要拉出来一点 是不是应该拉出来一点 没免得啦 不看我 你的帮名 真是个人 好 springs 看我 不看我 Protein 好的 我就先把这些帮子 发现了 因为我看我的歪想 这是一个人圈圈圈的 就是大招开过自己盾被破了 没有作战能力了 华姆兰重剑一闪开开 直接把盾拍掉 谁就怕这个 所以说打刘备开大的时机很重要 你一定要是去保 对面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爆发技能 打沉默再拉进来 一撕去 直接带走 这个没办法一个人守不掉 也没有大招 他定了一个说不定还能换 回放这一波 阿彻这个赛季的表现 却打团的时候表现真好 秒破 没看清就破了 其实开了 大招cd是黑的 裴琴虎跟花木兰破下盾都太容易了 特别是花木兰一技能 重剑批 闪现批尼的 因为前期确实也反应不过的 现在裴琴虎打到前期 他的爆发不如以前高 可能破盾还稍微慢一点 如果说刘备不出一点防装 花木兰破他的盾 一个重剑可以破两次 刘备这个英雄因为不是特别热门 所以有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他这英雄大招是有一个免控效果 就为什么说江子牙我去炸你二技能 给你一技能减速 控制不住你 但是一旦他的盾被破掉 他的免控效果就会消失 就没有了 而且他的普攻能够不断的为他的盾去充能 但是现在 这个2600块的技技差 也去基本守不了 这边就是输出不太够 前期只有一个刘备 刘备还不是一个前期单大特别长的英雄 要吃脸队友 他没有空 对 然后队友帮忙顶 哎呦 闪音上枪 能走吗 口口大招拉上来 一技能给他减速了 再拍第二段 杨尼一技能咬到上来 第二段就带走 这也没法走 因为一旦被夏侯敦减速 这个狗乌亨是不可能空的 很难空 哇 势如破竹啊 4分40秒 中二塔了 哎呦 这局有点 我就感觉乌亨刚才真的是蛮希望他闪过去 如果闪过去的话 跟个狗 我先骗一下 从阿彻他画面来拿到双边战士 打起来一条的体系 好成熟 哇 他们这个双边在线上打优势之后 出城的支援速度特别快 我兵线边路一给你压进来 我不管上楼下楼下 马上能给你推他 因为他虎 因为他虎 我方刚点了 节奏特别快 这局对Hero是一个考验 能不能拖一下 有一点难受 不太好拖 就守住高地就还好 但是这个阵容一旦被压到高地之后 Hero基本没办法打 因为你压到高地的话 意味着你大桥的传送也好 没用了这 都都一点左右都没有了 你都在家门口了 你都在原地传原地 上罗大雅开了一个大招 过来 花木兰这边要被瞬间围殴 两个人回去了 又回来了 来来回回 来很多花 又回去了 为什么清掉的兵线 正好清掉 这边还是加速出来 关羽这边应该是能看到视野野区 又来啊 经济差在4000块 第一刀 6分钟4000块 这个经济差现在对于Hero来说 是有点难以接受的 一方面 刘备这个英雄打了后期之后 他本身终于也没有那么大的法力 他是一个降低的 而且九成这一次没有拿输出 他是拿了一个公动性中间大桥 是 你前期没有优势其实就很难受 我就拖吧 你能指望哪个点发育呢 关键 整体手短 指望老夫子冰线跟关羽 两个带线的英雄 我还喜欢遇到这个两剑花木兰刚不过 关键还是有个花木兰 你还真确实打不过 这没办法还是真打不过 就是不能 我觉得现在需要开发一点新的想法 去突破一下 要不然狂拆一路 要不然带走两个 但这个时候真传过来的话 加可能吃不下 水晶不要了吗高点 凝职这边卡打 卡了有点久了 回程 下来前下是开了大招硬打 但是正面被换掉了一个 还要死关羽顶回塔下 可以能换 一换一 但是正面整体全场是打的二换三 上路推了一个外塔下落 二塔要高破 继续推 有点亏 这波还是有点亏 刘备如果再拿一个二塔 还可以 刘备这个位置要被包了 大招CD应该还没有好 来得及 来得及 赶紧回去 还好 前下能回就是 没有看到无魂血这么少 要不然蹲一波 你还能再赚一个呢 但是他有大 这水量你也不敢跟他打他 而且杨减破盾特别好破 二技能一滑 三下大 也没有大 关系这时候 天下也没有大 主要是经济领先 同等经济的话 刘备有大招可以跟你打一下 毕竟你晕不了我 但是当杨减经济领先的情况下 这个血量很可怕 浪浪这边是一爆还一爆 限时限爆何等来生 这场抢 这边没有抢到 刚刚被据到那么多篮 快要再抢到那面 对 所以 他就大 七 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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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还真有机会能抢一个主宰 抢不了 抢主宰这个事情本来就比较虚无缥缈 看状态 主宰真的是一个五分靠打平 五分天注定的 我感觉主宰完全取得于他想跟谁走 看他什么时候拍 说了嘛一半一半 你自己去注意细节是一方面 另外还有一半你得交给运气 对 真的就是运气 主宰这个东西我跟你讲 一分靠努力九分天注定 这个比例就可能没有那么 我觉得五五开吧 就这四个赛季以来 看过无数次的花式抢主宰 看着有点害怕 什么张飞进来一技能转一下 给你把这个主宰给你转掉 对 吕布二技能 鲁班子导弹 中边定到杨简 直接打杨简大招三转出来 回城了 差还不太够 刚如果再多一个 多一个人的话 杨简这边是要交代的 我还是很能扛得住 关键是 其实他们的伤害 一旦劣势的话差太多 这个队到后期伤害最高的老夫子 对 还难打出来 这老夫子英雄挺难打出来 这特别是面对控制比较多的阵容 关键他要去打普通攻击 对 而且老夫子的关键 关键不是说我就光打普攻就行 我一定要趁着我被动打满所有的普攻 对 就我被动的 我出被动的时候我是不能被控的 一旦被控这一波你就很难打 因为你二技能也刷新不了 你上野打得满 他的被动 他的二技能要通过被动的时候的普通攻击来减速度 对 关于位置还不错 没有开 就很多玩家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老夫子那么脆啊 其实原因在于怎么样去保持自己的二技能的CD 老夫子他这英雄是这样的 当你红条变满开始出被动的时候 你每一下普攻都会减少你一二技能CD 这是个很可怕的效果 所以你一定不能被控一定要打满 这个塔清掉了 说得不错啊 伤害跟不上 东方这边是在按道 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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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希这边没有进来 没进去希希这边不进 这边关羽为什么没有进呢 没有大吗 还是大招没有开 应该是没有开啊 大招应该好啊 进人不进了 没有大招 但是 没有大招 我就看那一刀 倒也是倒也是 没有大招 有大的话 进来确实没有 不进确实没有道理 稳了一波 稳了一波 我打到CD去哪儿呢 刚才那波如果关羽有大 可能是这局最好的反打的机会 对 那位置太好 他刚那个大招 起码是能推三到四个 我觉得三个最少 三个最少 应该是能推到四个 天暴君 二技能 砸下来 杨姐绕后了 二技能先给了减速 就是这样 这样 但杨姐这边很肉啊 坏了 像什么东方他一咬到的话 自己反而没有吃住 对杨姐这边还是比较肉 血量上扛不住 因为经济差太多了 对 老夫子这边并没有要回城的意思 就靠队友正面能不能守了 但是这位置如果正面守得住 他就不回 不用回 杨姐去了 但杨姐这边不一定还打得过 大招 直接定到杨姐 二技能先返回 这时候灵芝是有被动的 杨姐这边扛不住 要死一技能 拉了个小兵 我跟你讲 一切毁在你这要死两个字上 哎呦 他刚才一技能是智能师法 一般这种情况正好是刷新一个一技能时间 这位就可以 踩脚 板顶 他是开大招赶路了吗 没看到大招效果 没有推大 他是直接开始了大招 正面的话刘被推死一个 其实主要是 刚才在上路那波对决里 乌亨有个小细节 他在开大的时候往前走一步 用大招把兵一起扫 所以血回特别多 对 他武恒刚养检最大的细节 是尽力一波草丛 丢了一瞬间的视野 就那一下可能少A了一下吧 我觉得 少打了一下 对 而且正好出草丛往回跑 老夫子今天也是有点失误 但是这起码 我觉得 一定能交给小兵了 这个打法在目前这个状况来说是可行 就是我不停的担待 利用大招这个机具 对 可以打 可以这样打 我觉得可以这样打 老夫子现在是比较自由的 就他甚至都不用 大乔这个传送有一点好 他不用担心说我单线带到一半 我感觉地面的人要来了 我必须赶紧回家 因为不回人一来我回不去了 对 他不怕这个只要 我大乔在 我可以跟你打 打到你来了为止 我可以再回去 我也来得及 打到定了 旁边陪定我疯狂输出 你就是自己有点扛不住 打落地就咬很准 再上跟进 你拍一张 然后再回城 再大招过来 还有关羽的位置 还不错 来了 关羽是点大招过来 对他有点远 吴恒是活着来 这边裴青虎惨遭毒手 走不掉 这落地主要东方太医 落地在裴青虎的脸上 对 闪现都不用将 啥都不用 下来就一个大招 直接按住 阿花缺死 这大小这个大招其实也有一定的未知性 反正我大招反正这个范围你传过来 具体在哪儿你还不知道 这个洞荒大一传在脸上很痛苦 不成那会儿心态崩倒 一个大一技能转身反推 别传回去 传出去还能再回来 但是压低一个血量 但是我觉得也慢了 就你知道 这个回去还能打 对他们这套复杂的操作 就是压低于一个坦克血量 唯一的作用 他也杀不掉 老夫子没来 结果不能的 求稳求稳 老夫子应该是也回了 关键你这样的话 他们敢打呀 EGM现在的状态 其实虽然说血量不满 但他们经济好 老夫子结果不在 大招也没有大招 怎么说呢 要放了吗 最初要进来 哎 二技能打到了 我的东晃太一 二技能超远程 砸下了这条主宰 哇 这个比赛能不能讲讲道理啊 EGM这边往后撤 HERO这一波最初立功啊 我就那句话告诉你 打主宰 一分靠努力 九分天注定 信吗 今天的 野区争夺 我觉得很玄妙 就我这种从小到大 连五块钱都没捡到过的人 从来就不敢打主宰 我觉得你要这么想 你要有点信心啊 小九九 小时候没有捡过 小时候没有捡过钱 对啊 运气留在现在 去抢主宰和打主宰 有点可怕了 留下心灵意 就 这种事情其实很气人 就前面因为这条主宰 来回运营 规划了大概五分钟 就为这一波 能够利用这条主宰 我跟你说 HERO前期那一波 不是前面那一波 那个抢暴军 九层大桥又是回程 又是大招 七七八八搞了半天 就是为了这条主宰 但效果都不如冬王太一击 跟二技能好 一套复杂的操作 最初跑上二技能 一个就能给你拔了 随机 留到 大桥 应该是能回的 给大招 能不能来得及回去再回来 但下路的位置 有点快 要上高地了 三个人 有兵线嘛 这边是有一条主宰先锋 进来 回防速度很快 一点 这边防守住了下路 这一波 就是这大桥 简直就是一个贴心小护士 哪有队友 哪有他 我跟你说 每当大桥这个英雄出场 只要能打出来 效果一定不会差 这个位置 老夫子 二技能 哎呦 差一点点 很可惜 很可惜 就差最后一点点 电梯坏 就能回程了 而且因为他正好是没有二技能 其实配合大桥 这一条这个回程最好用的装备还是辉月 还真是 这你不能帮我赶出去吗 16分钟 Hero的局势其实回来一点 没有刚才那么的恶劣 就说Hero在拿掉刚刚那一条主宰之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去慢慢重新运营兵线 但是他们现在经济仍然是落后 这其实一刀主宰带来的不是什么局面上多大的逆转 就是带来更多的时间 对 特别是对于劣势方案说 是冰线好 冰线好 起码是能拖个一两分钟 这样蛮好的 ADGM有点伤活 中落机包没人守吗 陪众网上的这位置 难受 大桥给大招 关羽反推 可以 转一下 跟进伤害 老夫子绑到了 正面锤 大招再落地 东方他一满血回来 进场还能打 背后消灯残血 关羽血浪也不太好 再可以想回家 那么回去 花木兰中间已经能劈下去 闪现劈到 张子牙又一个大招拨进去倒 还剩着大桥 扎一个老夫子 正面花木兰还没有死 正面是一波一换三的团灭 这波花木兰压到大桥 进 电机的位置了 不给回家 要进来只有两个人能防守 要进来一技能再狗进来 就等下一波 兵线 先输出老夫子 直接打 兵线进来来不及 点掉 水晶让我们恭喜 ADGM 就这个花木兰是凶的 中间一技能 往电梯上一扑 你踩一个我看看 其实我说实话 我觉得Hero的大桥体系 还不太显熟 他们的大桥体系在带线方面 其实问题不大 还可以 他们这局的话 其实如果没有大桥跟老夫子的话 很难拖到刚刚这个局面 对 但我想表达 就他们大桥有一个缺点 就是团战什么时候回家 把握的不是特别好 就这个主要体验 那一波主宰 对 然后刚才 那一波比较明显 刚才加门口这一波也有一点 他并不是说三个残血回了家 就打团的时候经常是 满血打完一套 回家的时候回去了 对 然后等残血的时候回不去了 就这个很尴尬 不过九层这个伤害 对不起 请让我说回在开局前 我说拿到大桥没有伤害这句话 对 九层拿到大桥之后 在队伍里面打了 42% 也不能全怪你 这个坦白来说 陈下伤害有点低 所以九层上还占比高了 出现这个情况 其实真的是 12万这个数值确实够大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 队友输出没有打 这个也不怪陈下 拿到刘备这个英雄 他一旦逆封局 他就没输出 他逆封局的刘备拿什么打输出 但我觉得 按照这种 按照这局的情况来看的话 下一局 EGM继续 寻找这种搬位 就是反正 陈下也没有在高楼层去拿马可波罗 打完了之后 我全部给你搬掉 你没有英雄拿怎么办 其实 其实在我的角度 如果说拿不到干将 其实 最初这个东皇太一的效果 不是说 特别特别好 没必要非要去抢 三二楼去帮陈下 拿一个射手会好一点 陈下他不是自己要拿刘备 你第二班 连马可都搬掉了 他不拿刘备他拿什么